13日播出的《認識的哥哥少時愧為依舊已完整體出演》 在5年前上節目時秀音曾列出成員們最討厭的時候 這次帶來2022年更新版其中最討厭Sony的一點就是 不管說什麼都不會對他造成打擊 七錯順事提到了SM大家 這樣李秀滿是Sony叔叔的事實 不過Sony對此透露了和李秀滿的真實互動 讓大家超意外 我沒有想像李秀滿的弟弟 我沒有想像他 我沒有想像李秀滿的 我沒有想像李秀滿的 你也知道你這個人是家人嗎? 你以前是家人的家人 你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在家人的家人 你不是在家人的家人 你不是在家人的家人嗎? 你家人的家人 其實Sony也曾在以前上節目時說過 當年參加SM選秀時 並沒有人知道她就是李秀滿的織女 絕對是純純靠實力才成為少女時代的啦